斑马玩具 被打劫的宝石 狮子要举办森林之王成年典礼 小动物们纷纷带着礼物去祝贺 老虎不知道该送些什么 在一盘发愁 小猴子走过来告诉老虎 兔小姐带着一箱宝石在森林里面 可以把宝石抢过来送给狮子 老虎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于是他们在森林里拦住了兔小姐 快放下宝石 不然对你不客气了 这是要送去博物馆的宝石 不能给你们 猴子抓住了兔小姐 老虎趁机把宝石抢走了 小猴子见了也赶紧逃跑了 老虎把宝石藏在了山洞里面 并且用树枝盖住了洞口 把这鹰鹉看见了 兔小姐丢失了宝石该怎么办呢 谁能帮她找到宝石 下集更精彩哦 喜欢我就订阅我吧